佛教是以报父母恩做基本 去报众生恩 所以我们也应用今天的法会 希望大家能够生起 对现世父母 对往生父母 对妻世父母 对众生父母的报恩 那我想佛法的报恩 以世间法为基本 那那个一号北部 进一步呢 能够让我们的父母脱离轮回 往生净土成佛 为这个恩努力 但是有一点也要强调的 有一种众生很痛苦 他希望真实得到妈妈的爱 那就是流产胎儿 所以也希望大家今天 真实很认真的 那就是流产胎儿 或是生下来 没有活下来的小孩子 非常重要 那你能够对你自己的 流产胎儿 爱护他 让这个流产胎儿 感谢到母亲爸爸的爱 这才是对他最重要的母亲节 如果你堕胎儿 而不去超度他 都没去超度 他很痛苦 那我们这个做母亲的 也没有圆满这个责任 所以让这个小孩子 不能生起报恩的心 如果流产胎儿 能够对他的父母 生起报恩的心 那他保证他是超度的 所以各位今天 更要认真的这样观想 由观想自己的流产胎儿 而观想到 做母亲的责任 站在菩萨道 我们学地上法门一样 众生都是我们的母亲 我们要报恩 众生都是我们的亲生的儿子 我们要爱护他 所以唯有用爱才能够超度 特别各位很喜欢 做严供 超度 下百无一 我想超度的一个发心 就是慈悲 慈悲心才能够超度 那慈悲心来自于报恩 真实的对他的报恩跟爱 才可以超度他 今天也是一个很痛苦的日子 因为十年前在四川 汶川大地震 死亡了很多人 所以我们也希望今天的 大家各项发挥的功德 能够回向给汶川大地震 来自世界各地 因为地震而往生死亡者 更希望今天的法会 大家的努力精进 念一下来 让世界各地 没有地震 没有地震 极其痛苦 希望大家很努力 因为做一个菩萨 它是一个责任 对所有生命的承担跟责任 只要有一个生命在受苦 我们就必须不断地精进 所以这次我们带团去日本 将近二十天 特别到日本的佛教圣地 高野山 那边是曾延宗的根本道场 以空海大师传承下来的 一个根本道场 去接受一个很好的灌顶 叫三昧耶戒 非常重要 站在佛教 发菩提心的菩萨 以寺院做他的戒律 做他的生命 那这个三昧耶戒 空海大师 写了四句话 成为他的生命 大家念一下来 虚空静 众生静 涅槃静 我愿乃静 所以做一个菩萨 这个世界 所有虚空世界 所有众生 都离苦了 涅槃静 涅槃静就通通正入涅槃了 我愿乃静 他的轮回才停止 所以在高野山的 一百多间寺庙 都认为 空海 大师 还活着 他们每天 一样供养 饭菜 天天都认为 空海 他是说 他的 真理 和慈悉的生命 都永远在加持 他们 因为只要有众生 在受苦 所以 世界都净化了 所有众生都离苦 都震得涅槃了 佛菩萨的愿力 才停止 那所谓三分耶戒 他就受这种戒律 最主要有四个内容 念下来 不离开佛法 不离开善知识加持 不离开众生 不离开大悲菩提心 简单的说 如果你舍弃了 佛法 善知识 众生 或是大悲菩提心 那就破戒了 以这个空性 悲心 存为我们的戒律 那我们 应该要保持 这样的愿力 那当然 如果你有真实 这个愿力 那我想 我们的父母 一定得到加持 我们的堕胎胎儿 一定得到超度 然后呢 这个世界 有灾难的地方 只要你有存在 这个灾难 就会透过你而减低 就像天上的阳光 它随时会 从你的心反射出去 佛菩萨的力量 欧玛尼 佩明后 陀罗尼 就会从你的心 从你的空性 大悲心 菩提心 而回向给对方 减低对方的痛苦 加持对方 所以 佛菩萨的教育 就是希望我们 保持这个心态 那 这个时候 你就有佛菩萨的力量 在你身上 所以 这叫一心念佛 这个叫 菩提心持重 这个叫 三门夜戒 都可以了 所以 我们现在大家 念一下六字大名咒 各位 祈求佛菩萨的加持 我们要招请 感恩 现世父母 往生父母 妻世父母 累劫父母 愿他们 都能够 得到涅槃 离苦得乐 来自 发起 无上菩提心 一发起 无上菩提心 就没有生命的痛苦了 虽然 他的肉体 太痛苦 但他心 已经找到 自己了 找到自信了 所以 将来念 六字大名咒 第二个 大家 跟虔诚的 忏悔 跟爱 我们的 堕胎的胎儿 可能很多 都没有超度 所以 希望他原谅我们 我们要 对他很好 负起我们 做爸爸妈妈的责任 所以简单的说 所有老人 都是我们的父母 所有流产胎儿 都是我们的独生子 我们愿意 要生起 这个 欧玛尼贝美宏的 悲心 更重要的 希望 汶川大地震 所有死亡者 乃至心灵 身体受伤者 都能够得到 离苦 更愿世界各地 不再有任何的 冲突 地水火风的灾难 因为再过几天 我们还要带团去 不丹 后天吧 是吧 但是不丹 也是一个 经常有地震的地方 所以我每次去 我就会很认真地念 每天 严功 每天在车上念 因为如果我们 一个人去 还无所谓 你带了一百多个人去 突然一个 花莲小地震 宜蘭地震 它就会 奔下来了 路就塞住了 路一塞好几天 那很多人就回不来了 因为他们只有一条路 都是山路 特别要跑到 比较远的地方 老实说 还是有一点 危险 危险 而且每次导游 都会跟我们描述 哪几个路口 是整部游览车 掉下去的地方 所以都经过那边 大家就会 屁屁撞 就会怕 真实有那个地方 所以都会 故意停下来 做一点超度 所以 也希望世界各地 台湾 大陆 不丹 任何地方 我们刚从日本回来 日本也是个地震区 希望都不要有这些灾难 当然 心可以改变世界 所以只要我们的心 不要地震 不要去贪嗔吃蔓鱼 可以减低这个世界的地震 所以就像一个人说 八万灾戒 他一个清静的心 就可以减低 世界的很多地水火风的灾难 可以净化人心 所以我们了解佛法 原来一心造实法界 一心影响法界 如何聚集这么多人 特别各位 难得来自于四面八方 然后呢 大家一起用心 用佛的心 然后呢 来净化世界 来消灾 来拔度超度 来供水 来供灯 然后明天 在中正纪念堂 我们吃鸡功德会 还要办大型的 御佛法会 希望这种 报母恩 御佛法会 更有更多人的参与 大家一心一意地 祈求 世界也好 所有母亲都快乐 所有众生都开发佛性 我想只要人越多的地方 力量越大 因为人都有佛性 只要能够引导 互相引导 对方升起一个 利他的 菩提心 我们也在帮助对方 对方也在帮助我们 所以透过 大众的集会 我们用了各种的 装联的方法 各位刚刚做 甘露事实 点灯 供水 药师烟供 等一下我们要做 佛钱 使供养 所以 愿这些的一切 都能够圆满 所以我们现在念六支大民众 愿诸佛菩萨加持 愿父母众生 流产开额 地震灾难 愿未来的一切 就像我每次参加法会 各位到了晚上 开车 有人开车 有人坐游览车 要回去 对我们来讲 心里就有 一直要祈求 希望各位 开车回家 不要有意外 好不好 虽然我们办法会 大家很快乐 但是各位从市民 把房做游览车 开车来 就会担心 所以我现在就比较 慢慢能够体悟 妈妈的心态 只要我们一出门 妈妈就担心 妈妈就要打电话 说你安全到我们 下班时间 妈妈就要打电话 说你回来了没有 因为他们担心 只要看到我们出门 就担心 我想各位 我们愿意修菩萨道 就要把这个心 去担心众生 你要故意的 真的有一点苦 有一点苦 所以为了如此 要用空性 来保护我们的 悲心不间断 如果没有空性 一执着 要把 担下来 不要担心 只有悲心 你要强迫自己转 你要强迫自己转 你儿子生病了 你一定很担心 他真的说 你要转为悲心 全天下有这么多人 在生病 这么多小孩 在受苦 所以我赶快为他们 念大悲咒 希望你要强迫自己 如果你不强迫自己 你那个担心 就伤了你 对小孩子 也没有帮助 所以痛苦来了 因为会担心 会烦恼 那是一种 自私 我执 没有空性 你要转 因为你不转化 那这个担心 反而伤害社会 悲心才可以利益众生 所以三分耶界就是要强迫你这样做 你要把这个当做很重要的事情 不然你的身体就不能转化 所以每个人要找到自己 要恢复自信 因为我们的心跑掉了 就分心乱掉了 很痛苦 就像一个女人去爱上一个男人 她心就跑掉了 就像一个妈妈深深地爱上她的儿女 她心又跑掉了 所以我最近有一位男居士 她养了一只小狗 很可爱 她开了一部名车跑车 那我一看也知道 这个小狗就是她自己的儿女 超过爱她的儿女 结果有一天 她要 礼拜天要出门倒车 跟狗摸完以后 倒车要开出去了 狗还追出来 她不知道 就把她压死了 哎呀 她哭到现在还在哭 不知道怎么办 她太太打电话给我说 这个怎么会变这样呢 她就是哭一个 当然天天哭 当然很痛苦很痛苦的事情 这一只狗的夜报是结束了 她投胎做人了 但是呢 这个男人的感情永远放不下 这一只狗 它冲出来也是一个 要来送主人 主人也要欢喜去办事 但是因为 因为一个爱染心 开了最漂亮的车 就是碾死了最爱的小动物 所以她自己不能接受自己这样 所以各位一定要多练习 什么意外 什么事情都会发生的 她也从来没想到 她压死自己的狗 会让她自己崩溃了 因为狗真的是她的儿子 所以只是她不知道 但是她内心那个感受却在 她没办法接受 所以平常各位一定要 一定要不断的训练自己的心 我想一切得到自在 是因为你能够面对无常 如果你不能够面对无常 假设一个 她永远会这样 那这个就是 没有体悟空性 你也叫 诸法无我 诸行无常 所以一切法 你都没办法控制的 它有它的因缘果报了 它是虚幻的 就你希望狗永远活 你希望老公永远爱你 这个是一个错误的观念 因为诸行无常 所以一切都会变化 所以会痛苦 一切都没有永恒不变的 所谓的这个爱情 或是这些狗活的 或是这个地位永远在 那你就会完蛋了 因为抓不到东西了 所以诸法 都又是它因缘和合 变化的 无常苦空无我的 没有你抓得住的 这样你才会涅槃极尽 不然的话 你去追求那个快乐 有受皆苦 这个世界没有一样是快乐的 就像各位现在坐在那边 唯一的快乐 是用空性悲心 来接受这个变化无常 这是佛法要教我们的 所以既然你在 在这个世间 这个世间没有一寸土地 是让你快乐的 这个世间没有一个人 有情可以让你永远快乐 除非他是佛了 所以我们归归东归西 归老公归钱 归天神 归到后来只能归法 归空性 圆满的佛陀 圆满的佛法 所以呢 乃至按照佛法在生活的人 我们来医治他 可以 这叫生前 这是唯一的归处 所以这个世间是如此 如果你把世间 当作一种 有一点点让你快乐 那痛苦就开始了 所以这个世间 我们唯一能够做的 捏一下 大慈大悲 救苦救难 所以各位 这一点永远的 就像我们对妈妈一样 我们只希望她不要生病 她心情好 往生也没关系 早一点去极乐世界 因为我们对她 慢慢了解了 因为用感恩的心 你不会执着她 你就是希望她离苦 所以这个世间 一切如此的 世间的痛苦 就是在有里面 公司是我的 钱是我的 地位是我的 然后呢 互相在那边争 在那边斗 所以佛陀说的 念一下 有求皆苦 就往外求 去得到什么 包括这个身体 你都不能叫她不生病了 有求皆苦 我们只能 佛教叫内道 内道 念一下 致敬其义 你能做的就是如此 在行为上 来 诸而莫做 众善奉行 所以在行为上 是断恶修善 在心态上 保持这种空性 菩提心 去断恶修善 是诸佛教 就是如此而已 千万不要求事情圆满 所以如果你求事情圆满 那你会很痛苦 就像哪一天 有个法师 他说 海涛法师 我觉得出家很苦 我说什么 信徒都来跟你讲 痛苦的事 不然你要讲什么 没有 可以讲说 我中奖了 我发财了 都跟你讲 痛苦的事情 我说信徒 就在跟你说法 这个事情 没有快乐的 每个人都在 跟我讲 那个苦 那个苦 然后他那个苦 就跑到我心里面来 就像妈妈 我妈妈打电话 给我 又在生病 我心里就有苦了 所以 那你要学习这个 我说 现在每个信徒找你 都是你妈妈 都是你爸爸 我们守菩萨界 就是要来报父母恩的 所以他的苦 马上会给你 但是 好在你有佛法 你可以感受到 他五秒钟的痛苦 心里或身体的痛苦 但是 你赶快去转化他 那你能够转化他 你要把这个方法 告诉正在受苦的那个人 你要用什么方法 用你 你会的方法 去转化他 因为你用的是悲心 你用的是不执着 他用的是执着 跟爱然心 所以他很痛苦 所以你要把你的心 放在他的心里面 就像点灯一样 我点亮了 我才可以点亮 所以我想各位 我刚刚特别强调 我们今天要办慈悲法会 要超度众生 父母超度了没有 我们要超度胎儿 自己胎儿超度了没有 我们希望世界各地无灾难 那我们一定要达到 自己也不起心动念的 无灾难 所以你就会了解说 原来这个世间 在这种不稳定的状态 我们唯一能做的 就是慈悲 也唯有慈悲 可以减少痛苦 但是痛苦也可以 让众生离苦得乐 一个痛苦众生生病了 他可能会去思维 一个痛苦的众生死亡了 他可能想要求离苦 那个时候去祝念最好了 临终祝念是最容易超度的 因为他在苦的状态 世间的一切他抓不住 那我们来引导他 唯有抓住阿弥陀佛 唯有抓住奥马尼伯明后 唯有离开痛苦 才是生命的目的 那个时候他很容易接受 所以我们要用各种的方法 去引导对方 但是为了要引导对方 我们要保持在奥马尼伯明后 这种空性 悲心 菩提心 断恶修缮的状态 这样对方会被你感动 然后呢 借早上的机会 我昨天把握这个机会 找了很多佛教 关于如何脱离贪子 的一些精彩的佛经里面的 或是一些主师大德 所讲的真实的轮回的故事 希望大家能够断除 对这个世间的爱染执着 我们对这个世间 只有悲心 菩提心 能够如此 而且各位希望大家 多深入精湛 多去听闻善知识的说法 目的是为了实践 我们也不能一直活在 我在研究经典 我在背诵 然后呢 把修行变成一种压力 修行是一种当下的体悟 而不是我在 拜多少拜 你要拜十万拜非常好 代表十万个天虚 十万的承担众生苦 十万的降伏我慢 那你要拜十万拜 非常有意义啊 但是如果只是为了 赶快达到这个 我就可以达到第二阶段 达到第三阶段 那不知道我们拜佛 供养是为了累积成佛的资粮 为了发展菩提心 为了能够利益众生 所以我想我们要接受到更好的法 那是要不能够离开悲心 而且在圆满菩提心 你唯有发起圆满菩提心 就像修真言中 你唯有受三明耶戒 你才可以得到法的传承 如果你没有这个誓言 那就得不到 所以为了怕自己资粮不够 业障强 起贪嗔痴 所以我们做从种的前行 是可以的 但是如果有一个贪着 有一个执着 那马上会造成轮回的因 而不能够离苦 所以我念给各位听 各位听好 讲给别人听 好不好 这个嘴巴多讲佛法 其他不要讲 废话连篇 所以我这个人 永远记住阿汉经讲了 保持佛法的语言 不然就保持神圣的沉默 在思维佛法 所以那是不讲世间的话 但是现在发觉 不讲也不行了 信徒是脆弱了 要给他打个招呼才行 所以 世间有世间法 但是还是保持一个利他的心 不被污染 第一个故事 在经历意象里面 有一个故事 有一位修行的男居士 平常守戒律 精进 那后来 业障现成生病了 那快死的时候 哎呀 妻子就在旁边一直哭啊哭啊 他说老公啊 你走了以后 我靠谁呢 那我们儿子怎么办呢 结果这位 平常精进的居士 就起了一个贪恋心 贪质心 结果他死了以后 变成什么 变妻子 因为他快死了 妻子一直流鼻涕啊 一直哭啊 他变成他妻子 鼻子里面的一只小虫 这样 因为一个碍染性 结果 他生前有接触一个阿罗汉 这也是他的福报 然后他太太去跟阿罗汉说 我先生死了 他平常跟你受戒 那阿罗汉就来他家慰问他 结果一慰问 太太越哭啊 越哭越凶啊 哭哭哭哭到流眼泪流鼻涕啊 结果他 他老公变成小虫啊 从鼻涕里面跑出来了 那跑出来以后 这个做太太就很不好意思 哎呀师父不好意思 我流鼻涕 还有一只虫啊 砰 要踏死他 那阿罗汉 砰 赶快跟他脚抓起来 这不能踏死他 不好意思啊 那只虫是你老公投胎的 那因为你 他要死之前 你一直哭碍然 所以 他就变成 一直走害了他 不能操作 变成你鼻子里面的小虫啊 所以啊 你要赶快 为他 继续的持戒精进 让他能够离苦 所以 这个时候啊 阿罗汉很慈悲啊 就为那只小虫 说法 告诉他 要放下执着 你要保持你继续的持戒精进 这样才可以帮助你的家里 他这样就超度了 所以各位 生前 累积 善根 清静善知识 还是很重要的 但是 面对到无常那个念头 各位要多观修啊 你要观修 你最爱这个儿子 儿子死了 刚才讲啊 你最爱认识小狗 死狗 小狗死了 你要能够平静 这些你要想清楚的 虽然你平常持戒精进 但是你对这个无常空性 没有去思维 无常空性不是看佛经 是你面对生活 你最怕面对到什么事情 那魔会从你来点 来迫害你的修行 所以 他对爱染心放不下 所以各位 家里有人往生 不能哭 保持正念 帮他念佛 所以 除了我们自己要保持好 所以各位 你要去思维这个 这个世间 什么事情会 会碰到你的心 会让你动心的 你要思维清楚 这个就是你要修行的 处理心 你不希望那个事情发生 那就完了 所以我曾经跟一位 跟个人开玩笑说 哎呀 你那个东西被毁灭了 位置被动了 哇 很急 我说假的你都那么急 我不过骗骗你都那么急 师父你也会骗人 不是骗 考试啦 这只是个声音跟你讲说 那个事情变化了 你就已经人昏倒了 你要真变化你 原来你修这么大的福报 一点点 你只是修功德在保护你的好处 那就把佛教变成交换了 保护你的 我每天修 每天拜 希望我儿子很好 我希望那个事情不要变化 那不是佛法 佛法要以智慧空性 看清楚 那才叫波罗蜜 所以布施是希望我所有的供养 因为金钱 世间的一切 没一样是我的 你要有这个智慧 如果你没有这个智慧 忍辱 那时候因为我 我根本不能有我 也不能生起称困心 所以我在修忍辱 不是忍耐 忍耐你忍不了久的 所以要有智慧 所以这位男居士虽然持戒精进 但是他放不下儿女 放不下感情 对他也是个伤害 最可怜的是 差一点被他老婆踩死 他不恨死了 第二个故事 有一个小孩子 这是索拉吉堪布讲的一个故事 我看到了 所以他说在藏地 有一个小孩子死了 然后呢 在家里 家里的难过 他就请了一位 有正量的上师 这位有正量 是有他心通 能够观 有大悲心 来为他超度 但是这个小朋友 一死了以后 他的神势 一直跑到一个桶子里面 那个装书油的桶子里面 上师知道 上师就 就请他家人说 那你们书油里面是什么东西 来来来 桶子拿给我看一下 结果桶子一看 哇 里面一块烧饼 小孩子的神势 附在那个烧饼身上 这很正常 结果 这个上师很有智慧 把烧饼拿起来 做烟供 就把那个小孩子 随着烟供 给他超度了 所以各位 你超度小孩 要用牛奶 饼干 你要知道吗 因为他爱这个 你超度老人家 他喜欢吃倒露 喜欢吃什么 这一大堆 所以我们各种的食物 所以就像元晓大师 开悟一样 他为那只死掉的果 念经念老半天 都不超度 他师父回来了 提着面包牛奶 放在小果面前 小果就升天了 因为小果感受到 他师父对小果的爱 这样法就有力量 所以为什么说 我们一定要先做事实 为他们点灯 众生满足了 好超度 所以各位 一定要 一定要打开你的心 所以他们说 肚子吃不饱 讲佛法是没用的 先供养食轮再说 像各位现在还没有吃饭 精神正好 我本来下午在讲 下午讲你们都散乱 睡觉了睡觉 天气那么热 听不了佛法 我这么用功 熟悉这些故事 你们都听不见了 现在便当你们在 你们旁边 你就忍吧 第三个 大制度论里面的故事 大制度论里面 有很多很好的故事 他说印度有一个小沙咪 他平常很喜欢吃奶弱 奶弱 后来这个小沙咪生病死了 那出家人就整理他剩下的东西 出家人一死亡 他所有东西都是归山宝物就对了 要把它分配出去 结果还有一点点奶弱 一块还没有分 结果这个小沙咪的师父 是一位阿罗汉 有神通 他就对其他的僧人说 你们分那一块奶弱的时候 要注意不要伤害小沙咪 结果所有的出家人 去整理的时候 他说没有阿 小沙咪已经死了 这没有什么东西阿 奶弱上面不小心 有一只虫而已阿 结果上司就说 虫 小沙咪竟然就做那只虫了 因为他执着那个奶弱 所以因为一个贪子 死后变小虫 所以上司就要求 所有的出家人 把奶弱放中间 大家为他持咒 持咒到那只小虫 掉下来自然死亡 超度 所以各位 一点点抓住什么 你就会变那个 所以佛经里面有很多故事 释迦牟尼佛有一次 一位精进比丘死亡 然后他很精进 很多人就来问佛陀说 佛啊 那一位精进持戒比丘 现在去哪里投胎了 佛陀说 第八天才来问我 为什么 因为他现在佛陀知道 他执着 很多因为他精进持戒 很多人供养他夹杀 其中有一件夹杀 不很好 他执着 所以他就变成那个虫 如果有人去分他的遗物的话 他马上去撑恨心 一起撑恨心 就堕落地狱了 所以佛陀说 你们房间不要动他 七天 第八天以后 才整理他的遗家的东西 然后才来问问他 投胎在哪里 因为佛陀的慈悲 所以这七天之内 帮他回向 说法超度 这个生人不执着衣服了 然后离苦了 才去动他的东西 所以各位 这一点你要问自己 你心里到底哪一点东西放不下 想要多看一下 执着一下 那这个东西就会让你痛苦 然后又投胎在你旁边 所以你的太太是你的先生 你的儿子 你的女儿 你如果你去问全家投胎 都是家里的人 一直一直来投胎 因为这个爱然 执着感情就一直在轮回吧 特别是女孩子 女孩子生的儿子都是老公来的 大老公 二老公 三老公 三个兄弟合不来 怎么会合得来 因为都是执着爱情来的 所以意见都不一样 老实说 我妈妈生病那段时间 我发觉 我们家四个兄弟 意见都不一样 因为不同时间的老公 各有各的想法 对不对 但是我按照戒律 我是出家人 我不能参与 然后我尊敬我大哥 我还跟我二哥弟弟说 大哥说一就一 这是大哥的权利 现世是如此 各有各的想法 因为那个时候 因为都是一种爱然执着 这一点 自己要注意 所以 释迦牟尼佛 跟南陀 各位知道 南陀是佛陀的堂弟 最美的 美男子 爱他的太太 爱得要命 所以佛陀 度他出家 带他去升天看 带他下地狱看 哎呀 佛陀 南陀才知道啊 原来我就算出家 升天也不就近 然后升天完影 我会堕落地狱 会受苦 所以佛陀讲了这句话 跟我背下来 跟南陀说来 亲友共交欢 往来相爱念 贪民着利养 难陀 如鹰舍 佛陀跟难陀说 就在跟我们说 我们应该舍掉 这些执着啊 所以亲戚朋友 互相在一起快乐 乃至来来往往 那么互相爱念 甚至贪着世间的 名啊 或是 名利 金钱 那这些要放下 不放下的话 还是在轮回啊 不是上升天就下地狱 都是在轮回 所以这里面 还有一个经典的故事 佛陀在世的时候 有一个比丘 因为人家供养 他一个波很漂亮 脱波的波 所以他经常摸了这个波 擦得很干净 结果后来生病死了 他就投胎为波里面的 一只小蛇 而且是有毒的 有毒的毒蛇 很小的 在波里面 那后来呢 他家里的人 知道他出家的这位比丘使人 来帮他收东西啊 然后就看到那个波很漂亮 就直接把波拿着 就去供养佛陀 那佛陀 当佛陀在碰这个波 顺便用布擦的时候 这一只毒蛇 马上起嗔恨心 连佛陀在擦波 他都起嗔恨心 这么执着 跳出来 因为佛陀身上有护法神 所以他跳出来 就跑到森林里面去 但是因为他起嗔恨心 又有毒 跳出来 嘴巴冒火 居然把森林那一块 全部烧掉 不但烧掉 连毒蛇自己都被烧死 烧死以后 他的神士马上堕落地狱 被火在烧 因为嗔恨心 对佛陀的起嗔恨心 然后又这样吐火 烧森林 所以不但如此 当天那个比丘 身体也刚好被火化 这个火化 他也执着他身体 也被烈火在烧一样 所以佛陀那个时候 就跟大众说了这个故事 请大众啊 大家生起悲心 所以佛陀就为那只 被烧掉了 现在正在地狱受苦的 比丘说法 讲了大悲心 清凉甘露 而超度了他 所以各位经典里面 这些真实的故事 一个比丘出家一辈子 他称恨心的习气也没断 乃至贪婉心的习气也没断 光直走一个波 你就会堕落在那个地方 佛陀 家里帮你供养佛陀的 你都会起称恨心 那是我的东西 因为称恨心还会破坏世界 还会让自己被烧 而且还会堕落地狱 好在还有佛的加持 所以帮人家念佛功德很大 再来 还是经典的故事 有一个比丘 在世的时候 他贪子在西藏 有一种绿松石 很值钱的 他贪子这个绿松石 结果死了以后 他变成一只青蛙 那一只青蛙就 一直夹着绿松石 别人去整理他遗物的时候 这只青蛙就夹着绿松石不放 那时候人为了要 把绿松石拿起来 就把青蛙倒着放 然后他夹绿松石 给他浇热水 浇热水 然后青蛙一痛 才放开 那他们就拿走那个绿松石 所以后来有一位上师知道 就跟他们说 哎呀 赶快超渡那只青蛙 好在没烫死它 但是因为执着 让它渡落成畜生岛 所以各位 你最好去买一个石头 方便放个青蛙 天天看 青蛙就是我 你现在抓住什么 以后也会这样抓住什么 再来 有一个老人家 在家老人 一辈子念 不丹啊 藏地啊 很多老人家 都是一辈子 修 修得不错 但是 他去世的时候 他家里人 请留修行的上师 来为他做佛事 那按照传统呢 当修行的上师 为他们做完佛事 家里的人就要把 最好的东西 在藏地最好的东西 就是马 在不丹 就是马 或是留下来那些松恶石 金银财宝 把这个 往生者最好的东西 供养上师 那这位上师 他们不接送 那家人就跟这位上师 说 哎呀上师啊 谢谢你帮我们超度 如果你不满意啊 我们家里有什么东西 或是 我们这位 老人家留下来 你要什么都给你 然后这位上师说 那我要你家里帐篷 因为 各位都知道 游牧民主都住帐篷了 帐篷角落里面 有一个东西 我自己去拿好不好 他现在说好啊 结果这位上师就 拿个东西去挖 帐篷旁边 土挖 挖出来 挖出来以后啊 有一个立松石 在上面 结果 这位上师就把立松石拿回来 哇 大家一看 有一只小虫在上面 那各位都知道 就是这位 念欧玛尼北美宏的老人 虽然他在欧玛尼北美宏 很认真 但是他对那个立松石很爱 埋在那边 所以他就变成上面的小虫 所以上师慈悲啊 放在前面 修破瓦法 再给他超度了 所以 各位 我发现很多修行人 很喜欢炼猪 很喜欢以后 会变成炼猪上面的虫 或是附着在炼猪上面的 英魂 谁哪里炼猪 都会发冷的 我以前就有经验了 以前我们会是讲 他人家死掉的人啊 他们家里都不敢拿 把他的书啊 炼猪都放在 我就负责拿来念的 但我都有感应 我会跟我师父说 拿那个炼猪冰冰的 我师父说 他在上面 你努力念吧 奇怪了 天气热热的 炼猪冰冰 有时候还会闻到老人的味道 所以各位 这个人身上什么味道 然后你拿来炼猪就会闻到他的味道 就代表他死了 还在执着 所以对任何东西都要放下的 不能执着的 如果你一执着 那反而会卡在那个地方 就像很多老人 他死了 他要到哪里埋葬 要怎么样 要本来做什么 他一执着 他死了 就卡在那个地方 所以再念一下 来 放下一切 得身净土 什么都不能执着 所以 因为世间是我们修行的助缘 而不能执着 再来 佛经上面有一个故事 有一位施主 他带着他太太 这位男生很会供养上宝 但他做生意 所以有一天 他带着太太出海 找宝物 结果碰到大台风 船毁掉了 结果他太太 就没有救起来 淹死了 然后他先生得救了 结果这位死亡的太太 死了以后 那么 变成一只毒蛇 当他后来尸体被找到以后 找了两天才找到 结果 他的太太变成一只小毒蛇 中医生马上变成毒蛇 在他鼻子孔 鼻孔 鼻子嘴巴 穿来穿去 穿来穿去 然后那个时候 他先生 因为他有供养三宝 所以 那时候 生团知道了 穆健言神通第一 尊者 亲自到现场来为他超度 那个时候 穆健言 看到那一只虫 是他太太 钻来钻去 钻来钻去 然后他就跟他先生说 你知道吗 你太太现在变那只虫 因为他制作他的脸 他先生说 对啊 我太太每天都在照镜子 至少站三个钟头 他那个脸 所以各位 为什么八华在街 叫我们不要照镜子 所以他执着他的脸 时候变一只小毒蛇 在他脸上 穿来穿去 所以 因为如此 穆年就跟他说法 讲不静观 等等 替他观修 才可以得到超度 不过话讲回来 感谢他的先生 供养三宝 所以才能够感召神通的 木建年来超度 不然你把尸体烧掉了 那这下问题严重了 太太就要起真心了 对不对 你又把我给烧死了 再来 肚子饿了没有啊 越饿越好听 讲到不饿 佛法真好 八观再接就这样 以法为实物 以幸福为实物 所以各位要 永远要记住 怎么痛苦 怎么灾难 被开除 快被杀了 那个时候 你还在念阿弥陀佛 有佛法真快乐 对不对 我懂得西方极乐世界 我思为心经 那是我唯一的法喜 这个世间 没有一样是快乐的 这个世间 就像被火烧一样 五毒在烧我们 就像身体在烧我们 整个世界都在燃烧 所以你不能够离开佛法 再来 也是经典的故事 有一个老人家 贪着自己的打火器 古时候没有火柴 没有瓦斯枪 就用两根 两根粗粗的东西 像铁棒 这样一直磨 磨出火来 所以叫打火器 但是呢 他的打火技术很好 打火技术很好 别人要打很久 才会出火 他就出火了 结果这个老人死了以后 那么就投胎 投胎 刚好他的夜宝 投胎做一只乌龟 那这只乌龟有什么痛苦 知道吗 这只乌龟 头上就被插了一只打火器 尾巴又插了一只打火器 在那边滚 因为这个老人生前的时候 就用这个打火器执着 然后人家起了火以后 抓到乌龟 用他的火去烤乌龟 所以乌龟在骨头死 都很可怜 打了火以后 就倒过来 就像一个盆子 然后底下有火 然后乌龟慢慢烧 因为老人家 他是一个 做这个行业 在起火 所以他现在的夜豹 也被自己的打火器 插在自己的身体 头跟尾 在被受苦 这是经典里面的一个故事 再来 在佛经里面的故事 释迦牟尼佛有一次跟安安走出去 脱波走回去 然后佛陀走在前面 看到 有一只毒蛇散发毒气 他就赶快 佛陀就提醒安安 佛陀走过去 安安跑过来 还真是毒蛇呢 他就跑掉了 结果后面有一个老人在种田 毒蛇 毒蛇 赶快把他去看 出家人神经病 哪有毒蛇 一袋黄金 他说毒蛇 哇 他拿了那个黄金 发财了 结果因为他发财以后 买了大房子 做生意 结果有人就报告国王说 那位老人是个奴隶 哪有钱 他不知道是偷了什么钱 古时候啊 如果你到什么地方捡到东西 都不是属于国家财产 不是个人财产 结果国王知道这个事情 就把老人抓下来 你犯了国家最重的刑 判死刑 就把他关起来 那个时候老人被关去 每天在喊毒蛇 真是毒蛇 后来那个 守在监狱里面的人 他还没有判死刑 他就跑去国王 他说国王 那个老人有一点神经病 每天在喊 真是毒蛇 佛陀讲得没错 佛陀散发毒气的毒蛇 然后那个 国王就把那老人请过来 你为什么这样说呢 那那老人就老说 佛陀啊 他说国王我搞你 那个时候佛陀跟阿难走过去 说散发毒气的毒蛇 我就跑过去看 哪里知道变谎金 所以佛陀讲得真对啊 你看为了这个 我被关我要被处死刑 所以后来国王还亲自去拜访佛陀 调查这个事情 佛陀就跟国王讲了 哎呀国王也开悟了 哎呀原来世间的金钱 真的是害人的东西 这个老人讲了就没错 就把这个老人放了 放了以后老人就在随佛陀出家 真的出过阿罗汉 所以他永远走去那里演讲 真是散发毒气的毒蛇啊 别人就问他为什么 钱啊欲望啊害死人啊 我差一点死掉啊 所以因为这个因缘 整个国家就改变了 因为国王信佛了 所以这个就是 释迦牟尼佛的善巧方便 他知道用各种善巧方便 怎么样去度众生 那佛陀要度这个国王 他有神通 他知道他这个人会怎么样 后来会怎么样 国王会怎么样 佛陀都设计好了 就让这个国家 透过这个老人而得度 所以在这一点 我希望各位多花一点脑筋 叫善巧方便 去思维如何推动佛教 如何让别人相信因果 你要多去思维 再来也是个很重要的故事 宝基经里面 他说过去有一个男孩 男人 他跟别人的老婆 搞外遇行邪淫 后来这个男人被知道了 对方这个女人的心声出面 在印度现在还是这样 出面就活活有资格把你打死 所以被发现以后 就被对方的丈夫活活地打死 但是打死以后 这个男人虽然很痛 又恨又爱 他还是执着 这个外遇的女人 又恨他先生 结果他一执着 他就投胎 就附在这个太太的肚子里面 所以各位 堕胎没超度的 小孩没超度的 大部分女孩子都会肚子痛 父女病 然后后来有一次 这个女孩子要怀孕了 他借这个机会 就投胎做他儿子 投胎做他儿子 各位后面故事你就知道 这个小孩长大 会不会杀他爸爸 因为恨他爸爸 爱他妈妈 爱这个女孩子 付责在他身上 然后呢 让他痛苦 后来让他怀孕 长大以后又来杀他爸爸 所以各位一定要 去超度这些流产胎儿 所以《宝积经》里面 就讲了这个故事 列下来 如鸟未求死 不知避网罗 就像一只鸟 为了去找食物 满足他的贪欲 而不知道避开那个人类 布下来的网而被抓 第三句话来 贪爱于女人 被害亦如是 所以如果你贪爱 这些男女的欲望 那你也会像鸟头网 字头罗网一样 被害被杀 这一点要去描述 所以佛经里面还特别说 如果贪爱女人 死后就会转为 女人腹中的寄生虫 现在还比较好 现在很多未尝药 可以把这个寄生虫 给它毒死排出来 古时候呢 往往小孩身上都有 我有一次去马来西亚检查 两年前 那个医生说 我肚中有虫 拿药给我吃 后来不是光我 我们好几个出家人都有 原来我们都有虫 只是你不知道 然后这位医生跟我说 因为有虫 所以你就会脏气 就会脏气 只是现在 现在那个虫 不像以前那个虫那么大 那你肚子消化就会不好 营养也吸收不了 这还是存在 只是我们不知道 但是因为贪爱 然后这些肚子虫 就会跑出来 就是腹中的寄生虫 那如果贪爱亲戚朋友 下辈子就会转身为 他身边的冤心在主 恶魔 就像各位 腰痛 原来谁没超度 手痛 原来没超度 特别你 你吃掉的动物 它会附着在你身上 让你痛苦 这是宝记经里面所说的 再来还有一个贪爱的故事 也是经典里面说的 他说有一个出家人 他经常去帮人家念经 因为他喜欢钱 去念经 人家就会给他 供养他很多东西 他把这些供养的东西 都放成银币 然后越来越多 不想让人家知道 他就在他房间里面的墙 挖一个洞 挖一个洞 把他的银币藏在里面 后来这个出家人生病往生 生病往生以后 他隔壁的出家人 每天晚上都听到 吓吓吓吓吓吓吓 这个念经赚钱的出家人 投胎做一个黑色丑陋的大蜘蛛 每天就在数钱 就在他的钱上面 在那边守 或者在那边数钱 吓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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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吓 后来这隔壁的出家人受不了 晚上吓吓吓他就过来看 终于找到了墙壁挖开 哇 吓坏了 银币加上一只丑陋的大蜘蛛 所以他就把 这个银币跟丑陋的大蜘蛛 就赶快带到他们上师面前 师父啊 师父啊 可能我隔壁这个师兄弟 现在投胎做这个 是不是 结果那位上师也有修正 有神通啊 对着银币跟大蜘蛛 各位这很聪明 如果你给他分开了 蜘蛛就会嗔恨 他只是整个拿来见他师父 然后他师父说 哎呀 你是不是那一位出家人啊 是你就点头吧 那这蜘蛛就在那边点头啊 看起来很伤心啊 其他人出家人看 哇 原来是如此啊 所以那位上师 马上就跟他的徒弟说 这个问题比较严重 我没有能力超度 虽然我知道是他 你帮我拿去给一个 大菩萨转世者 他可以超度这一只蜘蛛 但是千万前跟蜘蛛不要分开哦 然后他的徒弟就把这个前跟蜘蛛 带去见那位大菩萨 结果呢 因为大菩萨是什么 一见到那只蜘蛛 拿起来哼 吃下去 吃掉了 然后吃掉以后 啪一声 他马上升天 各位要不要吃吃看 没资格不要吃肉啊 大菩萨可以转化他升天 就像保质禅生效寄贡一样 所以这叫大菩萨四限屠夫 这样子超度众生了 好 最后一个故事 是大涅槃经里面 佛陀讲的故事 这里面有一段寄语 很重要 先念下来 如来正涅槃 永断于生死 若有自心听 常得无量乐 所以释迦牟尼佛 正的大波涅槃 永断于生死 所以对佛陀要有信心 如果你要断离生死 那你要听闻佛法 若能自心听闻佛法 常得无量乐 可以永远得到快乐 这里面有一个故事 释迦牟尼佛在讲 大波涅槃经说了 他说过去有一个穷人 听说有一位佛陀 这个叫释迦牟尼佛 古佛 这不是释迦牟尼佛 是跟释迦牟尼佛同名字的古佛 到他边来说法 那这个穷人 听说释迦牟尼佛来说法了 他很想去供养 但是他穷到神 什么都没有 他是个乞丐 而且他身体又有一点发臭 长得又不好看 所以没有人要他 后来也不知道找不到工作 他就只好贴我要卖身体 结果要卖身体也没人买 因为他实在长得不好看 后来没办法 终于有个人来找他 他说我可以买你的身体 他就要做他永远的仆人 给你五垫黄金 五颗黄金 他说哇别人对我不好 你为什么对我那么好 我卖你卖你 为了五个黄金 但是我有个条件 我卖给你以后 你钱先给我 七天以后我回来 然后呢一辈子做你仆人 我也卖给你了 但是这个人说不行 一天就要回来 他说你急什么呢 他说我告诉你 我买你的身体 是因为我得了一种病 我这个病医生说没有药医 我只能一天吃人肉三两 我才可以活 所以我买你的身体 然后我给你这么多钱 我就是要每天 买你三两肉 你同意吗 这个人一听 虽然很苦 为了听佛法他同意 然后他说这样好了 那你真的给我一天 我一定要去听闻佛法 然后我死都甘愿 结果他去那边 很高兴地把五两黄金 完全供养释迦古佛 结果释迦古佛在讲 大波涅槃经 哇他很滑喜 但是因为他业障太痛 什么都记不起来 就记这句话而已 再念一次来 如来正涅槃 永断于生死 若有自心听 常得无量乐 然后他记住这句话回来了 每天被割三片肉 虽然有一点痛 但他内心很发喜 因为他一直背这句话 结果他割了多久之后 割了一个月 虽然一点点痛苦 结果一个月过了 他主人跟他说 谢谢你 哇我病都好了 但是奇怪 他全身的肉都恢复了 但是他就觉得不可思议 我去只背了一句话 我只背了一句话 一直意念这句话 我背割的时候 我都没觉着很痛 不但这样 一个月以来 我心情很快乐 我主人都好了 主人都好了 我身体也都恢复了 所以他主人很高兴 放他自由 放他自由 所以他放他自由以后 他就想了 我主人放我自由 我本来该死了 那我要学释迦古佛 发菩提心 愿我生生世世上求佛道 下化众生 普度众生 愿我将来成佛以后 也能够讲未宣说 众生讲这个大波涅盘经 哪怕众生记住一句话 都像我阴地被割肉一样 永远不会受苦 各位 这个人是谁啊 释迦牟尼佛 所以释迦牟尼佛 在讲大波涅盘前 就讲过去自己 这样子来卖身割肉 供养释迦古佛 发誓成佛的故事 而告诉我们大波涅盘经 重不重要 重要 所有大乘经典 那我想 我讲最后这个故事 希望各位 世间的贪值要放下 对佛法的这种射受 要用生命 被割肉还在意念佛法 这样才能够成佛 念想 转贪欲为菩提心 所以我们贪欲越强 越好 因为你的菩提心就越大 这样来射受诸佛菩萨的教法 好 好 请问 好 预测 重不笔 导致 我 想 好 好 好 我 导致 阿弥陀佛 南无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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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命的力量来自于爱 慈悲的奉献就仅帮助众生离苦得乐 所以生命电视台带着大家吃素 放生 失食 救苦救难 到处去利益众生 愿大家都护持生命电视台 让佛陀的智慧 让佛陀的大悲心充满这个世间 护持正好1996-5232 1996-5232 护民生命文化基金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